特別注意,資料剖析 因為我擔心很多同學不太會用資料剖析 所以記得,你資料剖析之前一定要先 先... 假設這邊沒有對不對 其實Step 1,請你先游標放B2 Ctrl Shift向下 什麼事呢?就是把你要剖析的資料選起來 不要選到不應該選的 另外選的部分記得一定要用Ctrl Shift向下 OK,因為你不會Ctrl Shift向下 你當然一定會很慢 千萬不要再一直慢慢選 要不然的話,你如果不用Ctrl Shift鍵 至少你會按Shift鍵吧 另外一招,你就點開頭 然後移到最下面按Shift鍵 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 如果你移到最下面 其實反而還是沒有Ctrl Shift 因為你為什麼要找到最下面 你還要再慢慢找,按Shift鍵 這樣可不可以啊 可是比起來的話,好像Ctrl Shift向下會快一點點 然後資料剖析 分格符號的地方 就選逗點 然後下一步呢 記得把目標儲存格選到D2 為什麼?因為要剖過來這裡 它預設好像幫你放在這裡 如果你是B2的話 一剖完蛋了 它連特別號都幫你蓋掉了 所以就錯掉了 OK,所以特別是這個關鍵地方不要做錯 按完成 然後再把這個B1欄的資料刪掉 這樣就完工了 那再來我們要統計分析 那統計分析的話呢 接下來你就是怎麼樣 把B2一直到全部把它選起來 變成一個名稱叫大樂透 所以 游標放B2嘛 那選怎麼選比較快 一樣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有沒有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 輸入個名稱叫大樂透 Enter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大樂透歷史資料全部了 也就是說它是1920乘上7 就這麼多的數字 那哪一個數字機率最高 再來的話呢 後面部分的話就請各位 自己再把後面這邊再增加一個 也許前面叫大樂透吧 所以這個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叫大樂透 這個範圍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後面一樣 你就增加一個叫編號 編號請自行輸入1到49號 那一樣啦 當然你可以輸入1 Ctrl鍵按住 向下拉 它就到49停下來 那這邊的話是Count if 什麼呢 大樂透這個範圍 所以去算什麼 算1號出現的 所以1號總共出現 出現幾次呢 出現299次 這麼多次 然後按確定 除以什麼呢 Count 或Count A其實都可以 Count 其實就算有沒有資料 或者Count其實也可以 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好 那結果的話 我們再用什麼 跟前面一樣嘛 把它的那個格式 改成什麼呢 這個分數裡面的100 有沒有 分數裡面的100為分母的這個 然後按自訂之後 把它改成1萬 也就是1萬次呢 它的中獎機率是幾次 OK 這是次數 就是這樣看起來的話 相對會比較清楚 然後向下填滿 然後排名的部分的話 一樣用Rank.EQ 然後算一下哪個機率最高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把它改成VBA 這個前面都做過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自行再完成 那大樂透 這個就直接 把它公式丟過來 這個丟過來 Rank.EQ 那最後的話 格式化 這個前面也講過 格式化清楚 這個請各位參考那個 前面那個樂透彩的程式 自行把這部分完成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前期名 前期名的話 就是列出 到底哪一個號碼 它的排名 是在 7名以內的喔 所以呢就是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 第幾列呢 按錯向下 第50列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比一下 如果它的C欄裡面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把它的這個資料 PO過來 所以這裡的話 會有一個K 這個我想 前面有講過啦 如果你細節部分 不太清楚的話 可以參考前面的程式 先增加一個K嘛 K等於2 從第二放 然後呢 for I 等於2 到50 如果呢 它的C欄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的資料 同一列的資料 那哪一列的資料 這個 一樣 I 列 然後呢 哪一欄 A欄 所以其實就是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這裡來 有沒有 那第一次K等於2嘛 所以放在D2的位置 那 K一定要等於K加1 為什麼 因為 它本來是第二列嘛 那你把它加了1 2加1 存到前面去 那就變3了 也就是說 再來就變D 就是D3的位置 就放在這裡 然後一直推 一直往下 那就可以把 所有的那個名次 全部都排列OK了 那 再來的話 不過一樣 之前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 那如果說我現在這個排名 是按照順序 就是 反正先抓到的 就直接放過來 它並不是按照排名 可是如果我希望 這個排名有沒有 我希望 先幫我找第一名 再幫我找第二名 再幫我找第三名 那這個地方 前面有講過 就是 那個 怎麼樣按照 排名 去抓這個資料 這個可能 就是自己再 再把它 這個東西補上 所以最後 我是希望你們 可以把這邊的結果 給做完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大樂透 然後這個是統計分析 跟那個樂透彩一樣 所以今天的話 也許就是交這個作業了 OK 然後 另外的話 當然如果你希望 像我剛剛講 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這個 這個大樂透 如果你希望 全部都用程式來完成的話 其實我這邊是已經有寫好了 但是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 不硬性規定 大家一定要會做到 可是如果你希望 可以全部做到的話 那我這邊秀一下 就是我這一段一段 把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寫成一個的 一個的sup 然後全部呢 再寫一個主程式 那就用call的方法 比如說第一個先callP是 大樂透下載 有沒有 這個名稱就是這一個 然後在第二段 我先秀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假設 我們要一鍵完成 所有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把它分成好幾個 就是剛剛做的動作 全部都寫成程式 OK 那比如說第一個 第一個什麼 把舊資料刪除的話 那就是 其實如果你要全部刪除 比如說按一下這邊 按deleteer 這個動作呢 其實 在那個VBA裡面 就寫成叫什麼 sales.clear sales指的是 所有工作表裡面的儲存格 點clear就是清除 所以我把它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不要放這裡 好 那比如說先執行這個 它就clear掉 然後call的話 就是說呢 它會去呼叫什麼 批次下載 所以這一段 幫我全部下載 這一段其實就剛剛講的啦 就是 把1到64頁的資料 全部下載下來 OK第一個 所以它就一直閃 好 那再來就刪除多餘列 哪些是多餘列呢 就比如說像那個日期欄名好像好幾個 或者是說多出來 反正就是幫我全部刪掉 有沒有 這樣就全部刪完了 就剛剛其實就剛剛那個動作啦 我只是把它寫成VBA程式 那至於這個程式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如果假如你想要更精進的話 自己再去找一下 然後再來什麼 增加那個中獎號碼 就是1到6號 所以執行這個1到6號就出來了 然後再把它剖過來 剖過來其實就是把 其實這個資料剖西這個部分的程式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字聚齊 把你剛剛做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呢 放在這邊你呼叫它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資料剖西 剖過來 有沒有剖過來了 然後再把B欄刪掉 這樣都OK的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把剛剛的所有動作呢 全部自動化喔 那其實程式就是這一些喔 OK那這個東西的話其實 主要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哪一些 這邊 主要是這一段吧 這邊可以參考一下 那OK 所以 試著把剛剛講的部分先試著完成好了 所以 第一個喔 你先把那個剛剛下載的東西 把它下載完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定義名稱 感覺會覺得向右向下 這個範圍叫大樂透 然後並且喔 自行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就是要做出 這四個欄位好了 一個是什麼 編號 機率 排名 然後前期名 那把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謝謝 谢谢观看